同樣也是車禍意外 不過現在懷疑根本是酒駕闖禍了 來看到這輛車呢 當時失控是直接高速就撞上了電線桿 所以整輛車呢還旋轉了一整圈 畫面是非常驚悚 只是第一時間呢 駕駛把東西收完之後 立刻投業 所以懷疑有沒有可能 他是酒駕 深夜大馬路上一輛白車開到一半 猛產油門加速 側面撞上電線桿 整輛車噴飛還轉了360度 好不容易才停下來 畫面相當驚悚 巨大的撞擊聲響 嚇壞一旁正在吃宵夜的男子 趕緊跑出來查看 白車撞得稀巴爛 右後的車門整個噴飛 消失無蹤 板筋全毀 前面兩個安全氣囊全部爆開 整輛車面目全非 身穿全黑的駕駛 把車上的東西收一收後 竟然拍拍屁股 轉身離開 絲毫不管留下的殘局 事發地就在石牌路二段上 可以看到電線桿整根被撞 不過幸好有這根電線桿 否則駕駛直接撞進面線店裡面 把電源全部都下壞 而現在地面上還滿是碎玻璃 可以想見當時的撞擊力道 有多強大 時間往回推到四月八號凌晨三點多 台北市北投區 這名駕駛疑似糾駕自撞 導致租來的車整輛毀壞 但事發後他卻只想找自己的手機 隨後就逃逸無蹤 當時吃宵夜的民眾全都嚇傻 也趕緊攪拌麵線 就怕有玻璃噴進裡面 恐怕未來民眾再吃麵線 都會留下隱隱 記者王英俊與若維 台北採訪報導